歡迎來到新臺灣星光大大 觀眾朋友你有設臉書有上網嗎 說吧 臉書現在全世界已經有5億人口在用了 它幾乎變成第三大國了 中國之外 印度 它人口是最多的 馬英九總統自己也開始設了臉書了 他呼籲所有部會首長跟公務員 要趕快設臉書跟民眾是可以好好去溝通 另外 它的影響越來越大了 圖尼西亞那個茉莉花革命一直蔓延了 像利比亞連大陸都受影響 我們好好來討論一下 另外 公民進黨的總統代算 已經搶搶棍了 蘇貞昌改裝了一部卡車 已經開始正式上路了 另外 昨天呂秀蓮直接簽名 他說你蔡英文你選舉都選輸了 怎麼可以選總統 他甚至喊出來說 應該是女女配才有可能贏馬贏九 有可能嗎 我們今天好好來討論一下 現在現場的五位貴賓 第一位是資深媒體的劉雄 劉大哥 大家好 還有鄭平 還有光琴 大家好 還有東豪 大家好 第一位來賓我要特別介紹 擔任過我們國安會執行委員 現在是台大政治器的教授 楊永明老師你好 齊凱 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們先來看臉書的整個影響 茉莉花的革命一路影響 現在連大陸都有了 可是有人講 茉莉花香可以飄到大陸 可是不開花 為什麼 來 我們看一下 你怎麼可以擋我們 你為什麼可以封好鏡頭 為什麼要抓他 你為什麼要抓他 你為什麼要抓他 揮擠 拉扯 北京王府井大街 20號下午2點 這場被譽為大陸的茉莉花革命 引來數百名公安 中外媒體記者 和上千民眾圍觀 人潮聚集 但只出現零星衝突 而在21號北京報紙的版面上 彷彿穿過水污痕 完全不見任何隻字片語 不只媒體噤聲 事實上大陸的網管非常嚴格 從20號開始 台灣的部分新聞網站 再度遭封鎖 無法點閱 搜尋引擎Google也遭到限制 如果打進茉莉花關鍵字搜索 會出現無法顯示網頁 會員人數眾多的大陸微博 有茉莉花尋找相關文章 搜尋結果也是零 唯一的漏網之魚 恐怕就是大陸知名搜索引擎百度 找到的這篇新聞 東方日報的嚴防茉莉花革命 金戶拉人衝突 除了文字還搭配北京 上海 廣州 等多張新聞圖片 雖然20號的茉莉花革命集會 大陸主要城市出現人潮 但在警方高度戒備下 沒有出動抗爭行動 已有網友建議 以後週日都去城市的廣場散個步 不過大陸一年一度的政治重頭戲 全國兩會即將登場 無論是網管還是街頭秩序 勢必都將會更加嚴格 態勢如何發展 各界都在關注 中年新聞楊氏旭南校威 在北京的审訪報導 光潔茉莉花一下子熱起來了 從土尼西亞到後來 連埃及的總統都下台了 利比亞看起來現在是最熱的一個狀況 昨天開始大陸有些動作 可是像我們中國時報記者 在大陸的觀察就說 昨天看起來有少數靈性的人潮 可是沒有看到競爭 一個抗爭的狀況 為什麼這樣呢 其實像北非跟中東 因為土尼西亞 他產生一個革命的連鎖效應 或者骨牌效應 那是在北非跟中東 其實他們抗爭的有一個共通性 就是說獲取他們的強人 所謂獨裁者 他在位時間太久了 像土尼西亞 像我們看到後來的埃及 他們都執政三十幾年 而且有所謂嚴重的貪腐 那到了這個巴林這個國家的時候 就有人講說 他是盛產石油 或者說他是海灣國家裡面 他甚至有處理石油的這個部分 他其實並沒有像埃及 或是土尼西亞早期看到就是說 人民是有高失業率 或者說在經濟方面 發生一個影響或狀況 所以每個國家的情況不一樣 甚至義大利現在也鬧革命 是因為他們的總統太荒淫無道了 所以每個國家 他們可能背景因素都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像中國大陸 他們這一次對於這個中東跟北非 他們這個所謂的革命浪潮 他們是非常注意的 甚至早期上埃及 或者說幾個關鍵字革命 或者說其他幾個關鍵字 他們是特別的敏感 可是我要講就是說 中國大陸這幾年的改革開放 跟這個先前我們講說 早期的文革時期 或者更早時期毛澤東 那時候的一個狀況 其實他們在鄧小平 他採取一個經濟改革開放的 那個過程當中 他每個階段都不一樣 譬如說現在是可以披毛的 或是過去的四人幫 所以中國的這個情勢也在變 唯一大家提到就是說 他是不是有這個所謂農民 農民經常有一些農民革命 就是說他們可能有13億人裡面 當中9億的人口 他們是跟其他所謂的 貧富差距 可能跟這個金字塔的頂層 是有些不一樣 可是他們有設立上訪 甚至之前那個溫家寶 最近有個動作就是說 他去接見這些上訪的民眾 特別在某個時間之內 所以我要講的就是說 之前劉一宏劉大哥曾經講說 是不是要鬧革命 每個國家他們的這個所謂的 革命的溫床 是不是夠厚或是夠暖到的時候 一定要帶起革命 我覺得大家不疑 尤其是中國這幾年的 這個經濟發展 尤其他們的GDP成長率 雖然有人質疑就是說 GDP成長率是不是 他們所執政的這個地區的官員 他們似乎在這個文字上面 是有一些這種過度的一個 GDP的這個成長率是爆高了 可是不管怎麼樣 他們的這個經濟發展 跟過去他們幾十年來 其實有很大的長足的一個改變 所以連王丹 他都提到就是說 如果真的要跟中東 跟北非國家比的話 他們缺少兩個重要的一個關鍵 關鍵的時刻或關鍵的少數 或是關鍵的少數 其實指的就是說 他有沒有那麼一個肥沃的土壤 或說有沒有那麼極重置之力 重置成城之力 他這個部分 他是帶著一個直眼光 所以未來我們就看 就是說中國大陸 他如何去處理這樣的一個 所謂敏感現象 裡面他們內部的一個問題 我覺得這個每個國家 國情不一樣 或是說他們執政採取的一個 面對這些事情的處理方式 也不一樣 那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在你逐步也是標榜說要民主 追求民主或經濟成長 或其他的幾個重要的一個要項當中 是不是能夠有效的 去平復說內部的一些壓力 我覺得這是 這一次我們看到幾個國家不同之處在一起 所以那個土壤沒有嘛 所以中東跟大陸就不一樣啊 所以他們在講說這個茉莉花香 飄不飄可能飄到大陸 可是他不會變成是一個革命啊 對 你說像現在 你說像美國 他跟中東其實很多獨裁者 他是保持友好關係 因為他們是親美的 但是他公開講也是希望說 民主改革啊 聽聽人民的聲音 但是他對大陸不會這樣 因為大陸 以前有本書叫黃禍 是描寫大陸跟台灣發生核子戰爭 然後大陸的大批人往外逃 全世界包括大陸自己本身 一般民眾都不希望大陸動亂 我那時候天安門事件那時候 之前我就到大陸去採訪 早些大陸收入貧窮 那時候在一般的那個飯店 那個小姐一個月不到50塊人民幣 你現在搞不好都已經五千塊了 薪水都上漲一千一百倍了 這種情況下 大陸第一個人民吃得飽了 第二個 他的領導人不像中東的說 一獨裁就四十幾年 大陸現在 鄭小平之後你看 時間到了就退 他年紀到了他就 將人民退了 到時候你看胡錦濤到時候 自然他也會退 而且退都是我退 不像台灣有些領導人退了 選舉沒有選退了還指指點點 所以說我覺得大陸 他整個第一個經濟狀況好 第二個全世界 大家都不希望大陸亂 然後大陸的領導人 他已經有國際知識 他們大陸很多人認為 天安門的鎮壓是必要的 他們說如果不這樣鎮壓的話 可能大陸會亂掉 他們就寧願穩定壓倒一切 所以有一部分 跟政府的理念是相合的 在這種情況下 大陸要變成茉莉花的情況 是很難 我們今天特別邀請專家 當國安會執行委員的 楊永民楊老師在我們的現場 現在可能全世界都在矚目 就是說這個茉莉花香 到底飄來飄來 大陸會發生什麼一個影響 那今天就很多人在講 昨天基本上可能有少數人 那種少數人上街 可是沒有看到強烈的那種抗爭 為什麼會這樣子 就表示大陸慢慢在成熟 他是什麼經濟已經好了 所以13億人已經肚子填飽了 有經濟發展了 所以革命不大可能產生嗎 所以剛才就是主持人講到 就是說整個這個 這個所謂的社群媒體的這種 所謂的渲染效應 以及骨牌效應 其實在這一次的整個茉莉花革命 或者是我們把它叫做 第四波的民主化浪潮 是看得很明顯 從這個突尼西亞 埃及 到整個這個中東 現在甚至到這個中國大陸 那這是一個所謂的 媒體上的一種效應 可是另外一方面 其實我們來看 在整個北非跟中東 大概可以分為兩類 不過這兩類 其實大概都要一樣的東西 什麼東西呢 其實都要民主 還有麵包 也就是說其實針對這個 長期的這個獨裁的反對 從這個突尼西亞的三十年 班阿利 到這個埃及的穆巴拉克的三十二年 現在戈達費的這個所謂的四十年 甚至四十一二年的這個 這個這個長期的獨裁 所以在北非這個地方呢 形成了一個就是針對 反對長期獨裁 但是麵包其實也是很重要的關鍵 我們看到在埃及開羅的 那個廣場上的革命 其實它並不是任何的這個黨派 或者是宗教團體的這種主導 它事實上是民眾自發性的 那它要求的其實是一個社會的公平 為什麼呢 因為你看整個埃及 從觀光蘇伊士到美元 到整個它的這個油田 事實上埃及事實上是得天獨厚的 可是呢 它的統治階層跟它的民眾 卻生活在兩個世界 長達這麼幾十年之久 所以民眾在這樣子的 渲染的這個影響之下 當然要民主也要麵包的情況之下呢 然後後來造成整個軍方的這個 就是說它的立場的一個轉變 當然美國在後面的一個支持也很重要 所以當然在埃及的十年當中 我們看到另外一個 也是可能不太好的 就是說軍隊還是最後的造王者 所以類似的這個埃及的這樣子的一個 就是案例會不會在利比亞 那利比亞現在已經開始在做鎮壓了 因此到了這個中東地方的時候呢 這個民主跟這個所謂的麵包 麵包似乎大家會覺得說 中東很多的這個國家 事實上這個石油很多 所以像是巴林 但是巴林裡面有宗教因素 所以把它擴散到中國大陸裡面來的話呢 其實麵包的因素 剛才前面兩位都講得很清楚 所以就是說其實在經濟發展上面 其實跟過去自己本身的這種成長經歷相比的話 覺得是有在發展的過程當中 雖然它的這個分配的平均 還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可是呢民主這個項目呢 其實我覺得中國大陸 也就是說其實還是有這樣一個聲音 那這裡面我其實提供大家去看 比較深入的一個觀點 我覺得人口結構有很大的影響 各位知道嗎 在整個中東跟北非地區 其實平均 這個一個婦女大概會生到三到四個 甚至有些地方生到七八個小孩 所以它現在整個人口的結構 超過一半以上 事實上是屬於年輕人 而你現在中國大陸的人口結構 事實上年輕人的比例非常的低 那這怎麼說呢 其實年輕人面對這種民主跟麵包的 雙重的不平等社會的不公平的時候 它的集結的力量 再加上這種社群臉書的這種 所謂的催化效應 你就看到在中東的這種力量展現出來 可是在北非的情況卻 在北非的展現出來 可是在中國大陸 其實卻沒有這樣子的因素 所以也就是說一方面是經濟因素 一方面當然也是一個人口的結構 當然就跟你說年紀大的人 當然就不要麵包 但年紀大的人可能會比較考慮到 他去尋求體制內的改革 這個時候就看這個體制 也許中國大陸體制 埃及的體制 他能不能給予他體制內改革的 這種期待 那其實這個比較之下就比較明顯 所以當然我們以前都回到 回到大陸散家前回到 第五位都問什麼 吃飽不會對不對 就表示吃飽放在哪裡 然後以前大家都不容易吃飽 像不是 現在這邊已經不大談這個 那大陸為什麼現在可能會比較穩定 就表示他13億人口真的吃得飽 這是一個很大的因素 所以老講不能拿中東跟中國 去做一個對比 另外剛剛也提到 包括他人口的問題 包括他政治 他雖然沒有完全民主對不對 可是你剛練的那幾個總統 欸 格達會已經在位的話 41年了 今年要當42年的總統 剛剛下來那個什麼 穆巴拉克 說當了31年的總統 那大陸至少他那領導班子 有在改變啊 這兩個是不能夠相提並論的 其實兩個政治體制本來就不大一樣 因為你大陸來講 你看他十年就換一批領導人 那換句話說 他已經擺脫在中國歷史上 傳統那種血緣家族政治的東西 那而且你在看大陸 像我們前一陣子不是陳光彪來台灣 那大家在討論很多 你在看陳光彪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一個地方 為什麼呢 陳光彪彪是白手起家 所以就代表什麼 在大陸不管他內部有什麼社會矛盾啊 經濟分配什麼不管 基本上他還是一個充滿的 白手起家機會的地方 那你有機會白手起家的地方 你也許會有很多抱怨 你會對政府也會有很多要求 可是因為可以白手起家 你一定什麼 先拼經濟也就是說不管是說穩定壓倒一切 或者一切向前看不管他至少他是有個希望有個目標的地方 所以大陸年輕人最在意什麼 我們買房子的問題 那這個就要看大陸執政者怎麼回應他 所以你看大陸打防得很厲害 也就是說他有在注意這些 那大陸更重要是什麼 過去中國中國的動亂都跟農民有關 那農民先照顧好 像像可能我們在台灣人不知道 大陸他現在對把他的農保的部分 他也要類似台灣一樣實施全民健保 那負責幫大陸做這個保險規 全國保險規劃的人 是一個其實在台灣出生的 然後在美國 美國美國這個或曾經擔任過美國 精算師協會的這個會長的人 一個女孩子 那你想想看 他們很注重到很多細節 他知道說沿海富起來了 農村地區的問題要解決 就是區域發展的問題 所以他要把農保這些東西全部把它放進來 也就是說大陸的主任者其實是注意到很多地方 那大陸有沒有問題 當然有問題 因為大陸最近流行一句話 以前我們都說恨鐵不成鋼 那現在恨鐵不成鋼 表示什麼 大陸更年輕的一代 他希望說我的爸爸這一輩是不是 富爸爸 那這是不容易 因為什麼 大陸的競爭是很激烈的 他有沒有內陸保險當然有 可是有沒有到像剛才楊老師所講的 到了說這個中東或北非 他連吃飯都有問題的時候 那個問題就大了 所以眼前中國大陸講 他會有很多挑戰 可是你現在大體上看來 他的政治領導人 十年一個大接班 然後整個基本上經濟 還在成長 還是一個白手起家 有機會 就是只要人有機會 有希望 你大概就不會去鬧革命